在這件事上 你可以說是阿富汗政府的錯 又或者是美國的錯 但我覺得最可惡的是 某些國家明知道這群恐怖分子的情況下 都依然繼續跟他們開交 祝你好!阿卡將! 相信大家都知道 話說最近大家都看到 阿富汗有181年連續的衝突暴動 甚至是血腥的畫面 而且更加上星期的時候 阿富汗政府在短時間內被塔利班的組織推翻政權 正正因為這件事發生 就令國際社會將這件事的矛頭指向美國 更加是指美國就是造成阿富汗動亂的主要原因 我想還有一位土生土著的香港人 我都明白有些香港人看到這些新聞 都覺得夠了 這裡的英文我全部都懂 不知為何,你選我聽吧 如果最近收到很多的DM 就不斷問我究竟這件事的背景是怎樣的呢? 明明是你的樣子 YOU!大家好,我是令大家更加了解這件事的背景 今天再多簡單跟大家說一下 這件事的發展是怎樣的呢? 以及到底所謂的塔利班組織 又如何在短時間內推翻這個阿富汗政權呢? 好了,我們要開始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留言、訂閱、訂閱 又或者加倍溫文思維的國家 如果你想要多點點,記得幫我分享影片 喜歡嗎? 好了,我們要馬上開始了 首先跟大家簡單交代一下這件事的背景 首先,阿富汗這個中東國家 其實早前一直處於一個動盪局勢 基本上,這個國家長期都出現戰爭、動盪等情況 其實遠一點,在1979年的時候 蘇聯曾經侵入過阿富汗 而且亦因為蘇聯協助的情況下 更加成立了一個阿富汗共和國 所以這個時候,阿富汗這個政權 都是間接地被蘇聯控制 但到1979年,正正因為蘇聯解體 令到阿富汗政權突然收取了一個外援 而令到這個政權都開始出現管治危機 但說時時那時快 在1992年短短一年的時間 這個政權就已經被推翻 然後更加建立了阿富汗伊斯蘭國 但正當你以為阿富汗的政府應該可以穩定下來的時候 而這個時候,一個新興的組織叫做塔利班 他強烈反對這個政權 當時正正因為塔利班的組織興起 即使阿富汗出現內鬥甚至是紛爭 而到1996年,當時阿富汗政權更加被塔利班的組織推翻 基本上在這個時候 都可以說是阿富汗最黑暗的統治時期 因為塔利班這個組織是一個極緩甚至極進的統治政策 當中包括規定人民一定要穿上伊斯蘭的傳統服裝 全面禁止自己女性出外工作 接受教育,甚至參加體育比賽 除此之外,塔利班這個組織更加禁止 當日人民使用網絡甚至播放西方的音樂 充分地發展出一個封閉式的古字模式 甚至是對西方主義和文化的吐氣 正正因為這樣,就讓當時阿富汗的人民生活水平大大倒退 感覺就好像回到以前的石器時代 好聽一點就叫做反駁歸真 難聽一點就叫做文不聊生 直到2001年,美國就發生了一場911恐怖暴擊事件 就成為塔利班政府統治的轉捩點 當時由一群阿爾蓋大組織的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民航客機 當中有兩架飛機,分別撞向美國的世貿東芯 而任何一個自殺式的恐怖襲擊 當時美國的死亡人數至少只有3000人 而且絕大多數更加平民 正正因為這件事,令美國政府甚至美國人民都感到非常憤怒 坦白說一句,賈家爹也是世界大國 但他竟然敢在我環頭還要發動自殺式恐怖襲擊 你只擺明當我留 在這個時刻,要爆了 所以經過調查之後就發現 這個911襲擊恐怖事件的幕後主使 就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拉登 而剛巧合,拉登跟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有一個密切的關係 當中更加發現拉登其實是交縮在阿富汗裡面 令美國政府要求當時阿富汗塔利班政府 就要交出這個混蛋拉登出來 當時阿富汗塔利班政府聲稱拒絕在沒有任何政府的情況下 就引導拉登給美國 最後在雙方爭辭不下的情況下 美國政府最後一個鬼似的對阿富汗發動軍事攻擊 康康!你這個周梅! 所以阿富汗塔利班政權在短時間後被推翻 然後就成為一個叫做阿富汗伊斯蘭共和國 之後雖然塔利班這個政權被推翻 但是塔利班這個組織其實是完全未被消滅的 而且他們更加在一些比較偏逼和深山的地方 繼續用一個遊擊的戰術和美軍抗衡 再加上這群塔利班組織由屎花閒走出來 搞出了一些恐怖襲擊 所以當時阿富汗即使成立了一個新政府 但也令到阿富汗當時的局勢動盪不堪 而這個情況就維持了10年 到了201年的時候 美國政府終於取得進一步的進展 就是發現那個混蛋拉德的隱藏位置 最後經過美軍部署之後 就將因為911閘經事件的幕後主謀拉登擊斃 就令美國終於可以報仇 以及對這件事的死難者作出交代 但是這件事就令美國政府開始在想 既然我們都報仇了拉登 我們是不是還應該繼續派出美軍去阿富汗駐守呢? 是不是還應該繼續幫阿富汗對抗塔利班的組織呢? 自從拉登之後 其實也有不少美國人都會支持美軍撤出阿富汗 再加上根據美國國會的一份研究報告指出 截至2017年年底 美軍阿富汗的行動至少消耗了美國納稅人 差不多2.4兆美元 再加上由於長期都幫阿富汗的政府對抗塔利班的組織 都令到美軍的傷亡人數不脫增加 所以美國政府面對著資金不斷損耗 美軍不斷傷亡 甚至在美國民眾輿論壓力的情況下 最終美國政府決定將美軍逐步撤離阿富汗 然後將一個對抗塔利班的組織 這麼神聖的任務交給阿富汗的安全部部隊 與此同時美國政府都知道 萬一他們真的撤軍的話 基本上靠阿富汗政府的那班安全部部隊就真是混蛋了 所以之後美國和阿富汗就添付了一項雙邊安全協議 美國就承諾即使之後真的撤軍 都會對阿富汗政府的反動甚至是軍事作出支援 而另一方面 美國就曾經嘗試與塔利班的組織作出談判 而到2020年美國和塔利班 已經成功簽署了一個 《擊速阿富汗戰爭和平協議》 當中主要是提及到 美軍將會逐步撤離阿富汗 而塔利班組織也承諾不再針對阿富汗政府發動恐怖襲擊 而另一方面 塔利班組織也同意釋放一班阿富汗的士兵 來援取阿富汗政府手上的塔利班囚犯 但當年要為大團結局的時候 當時阿富汗政府就居然 拒絕釋釋放塔利班囚犯的要求 最後正式為了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組織的談判破裂 而塔利班組織又繼續發動恐怖襲擊 而攻擊阿富汗政府 再加上美軍就在這個時候不斷設置的情況下 令塔利班組織有機可乘 推翻整個阿富汗政府 我想整件事大概就是這樣 最後就跟大家簡單說一下 在這件事上 為何台灣組織可以輕易在短時間推翻阿富汗政府呢? 我個人認為主要是有三個原因 所以第一個原因就是 美國對這次的局勢嚴重錯判 即是不要說我經常吵架中國人 好像偏打美國似的 但在整件事中 打到美國最險有兩次不判 首先要說起2001年美國的9天恐怖襲擊事件 即是由你決定向當時的阿富汗和塔利班政權發動攻擊的時候 真是難聽你說一句 你們美國都只是想幫自己報仇 但學理由街角真的吹噴到什麼打擊恐怖主義 所以就對當時的阿富汗和塔利班政權發動攻擊 可能你們當時會以為憑著你們的軍事實力 就一定會令我塔利班那群屈服 所以就到他們發動攻擊 就想他們會交出拉丹這個混蛋出來 江湖規矩 隻臭隻 不知道但你怎會猜到塔利班政權被推倒之後 這群組織居然去了一些偏僻的地方 甚至是深山的地方 他繼續用一個遊擊方針去對付美軍 然後正在阿富汗遲早出現紛爭 你們自己不爭氣 今天的隻手取消 這就是美國第一個誤判 第二個誤判就是 我剛才跟大家說過 在2022年的時候 美國跟塔利班簽署了一個和平協議 當中美國決定將美軍逐步撤離阿富汗 同一時間塔利班還立即承諾 不再對阿富汗的政府作出攻擊 但後來塔利班打破了這個承諾 繼續向阿富汗政府發動攻勢的時候 但美國依然是偶爾繼續盲目遵守這份協議 去撤離美軍 嘩你自己都騙不喊 這是做老千的先決條件 再到最後 另一群不守信用的塔利班導師就有機可乘 其次第兩者就是 以往的阿富汗政府對外國的長期依賴 我剛才提及過 其實自從美國因為九一事件 而向阿富汗塔利班政權作出攻擊的時候 其實美國甚至國際社會 都對阿富汗政府提供資金 甚至軍事的資助 所以一直以來 阿富汗政府依賴這些外援資金發展他們的經濟 再加上軍事方面 長期以來都是以來美軍對付塔利班的組織 所以就令阿富汗政府以往20年 都是屬於被保護的狀態 所以當美國政府決定要將美軍撤離阿富汗的時候 令到阿富汗政府的反恐 甚至防禦能力大大下降 所以就令那班泰國的組織可以承虛而入 最後第三個原因就是 阿富汗政府的腐敗 雖然以往阿富汗政府都一直受到國際社會的資助 但在舊之前 其實阿富汗政府已經被傳出有幽靈是兵一件事 也就是說阿富汗政府公佈的軍隊人數遠遠低於實際人數 再加上早前阿富汗政府的官員一直被批評貪污腐敗 管治無能 所以就令那班士兵的士氣大減 甚至帶著一大堆武器叛徒 更加是加入泰國的組織 根據2015年全球聯結之所謂節測 當時阿富汗的排名是排名3 Sorry Sorry 所以當地政府在貪污腐敗的情況下 令泰國組織有機可乘 就可以在短時間攻陷阿富汗政府 好了,今天就到這裡 在一件事上 你可以說是阿富汗政府的錯 又或者是美國的錯 但公道一點 美國始終價格抵起是世界大國 所以很多時候大國都要負上維護世界和平的責任 之後又不斷為新成立的阿富汗政府 會提供資金甚至是軍事援助 所以我覺得這些只是觀點與國度的問題 但我覺得最慘的是 某些國家明知道這班是恐怖的情況下 都依然繼續跟他們外交 就是中國 我只能說 這些是被禽獸、近禽獸的行為 其實這件事之後 大家都不能看到泰國班的發言人 都出來說到 我們已經不是以前的泰國班了 我們現在會很尊重女性 很尊重當地的人民 但最近我在網上都發現很多阿富汗人的驚恐 甚至看到一些開槍畫面 都令我突然覺得 為什麼泰國班的人說話這麼熟悉 好像沒有聽過 不知道大家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呢 興趣的觀眾也不妨在下面留言分享一下 那別那麼多回事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按LIKE、SHARE、LOCK、MOBILE 訂閱、「及訂閱吧!」 記得按鈴鐺,宵貓,請看收看 掰掰 隨著科技越來越進步 我們身邊總會有一台電話 或者電腦 去處理生活上的大小事務 包括工作、打電話、看電話、上課、聊天 甚至有看小店 你都會發現 在你的日常生活方面 都習慣了網絡為你帶來的方便 正正因為網絡科技為你帶來的便利 而往往都有產生的危機 主意你個廢話 就是一趕就來的 沒錯!就是你的個人資料被盜用 甚至是被... CHAO 所以我可以同時跟大家推出一個VPN叫做 NordVPN 是一個在有一世紀 能夠保護自己的虛擬私人網絡 服務遍佈全球59個國家 擁有超過5500個伺服器 速度又快又穩 又保障到你的私人 又隱藏到你的身份 NordVPN還有一個隱藏的功能 就是可以突破地區的限制 透過轉用美國IP或日本IP 讓你看Netflix 都可以看多一點 而今天你可以透過我的專屬連結 就可以獲得最高三二折的優惠 平均每天只需一元 我每天只需一元 再免費送你三個月 再給你同時連接六部裝置 連我自己都用緊 你們不是還要想嗎? 話說最近阿富汗那一道呢? 阿富汗... 話說...